海水綠機殼在光線下折射出漸層色彩 測旋式升降前鏡頭也締造93%屏佔比 就要吞下變焦新戰場 路上把三顆垂直的主鏡頭 隱藏在背後的玻璃機身做到表面平整 不過再來拍照實測一下呢 打出4800萬畫素10倍變焦 放到最大連英文字也看得清楚 再論廣角程度跟蘋果放在一起 PK也有勝算 我們也認為大家這個看遠看近 更遠更近是大家所期待的 靠近一點 再近一點 對手華為P30 Pro同樣是10倍光學變焦 用手機就能望遠 不過論數位變焦 華為最大是50倍 OPPO則有60倍 現在高階旗艦機 每一個取向已經不一樣 像我剛說的華為P30 Pro 跟OPPO的這支手機 他們比的是變焦 高倍變焦 但是像以三星的S10 Plus來講 它是比較防守陣 再論台灣市戰 華為8.9% 也輸給OPPO的9.2% 貿易戰後競爭更辛苦了 因為這陣子華為比較紛紛擾擾 變成是消費者在選擇上 終於有另外一個品牌可以選擇了 所以我相信它這個時間點推出的是剛剛好 至於市戰只排在第8的小米奮起直追 新專利也曝光 機身線條不再方方正正 而是突出一塊小額頭當作前鏡頭 同時也將在6月端出紅米新機 拍照亮點走出不同的路 東森財經新聞的最高紫瑤台北採訪報導